鬧市獻驚喜,灣仔街市吃法國菜 走入灣仔街市就好像尋寶一樣 最近就在街市中的一條小巷找到一間新開的法國餐廳 大廚還曾經效力過多間米芝蓮的餐廳 認真是惡苦藏龍 餐廳連包桌都只不過只有20個座位 但店仔細細竟然收藏了100款葡萄酒 終於是由法國酒莊直接運送過來 質素絕對不適合 食材方面都好講究 大部份的食材都是用了法國貨 就像這碟烤油封牛麵盒一樣 法國牛麵盒用了紅酒慢煮12個小時再煎香 外面脆,入面鬆化,肉味都很濃郁 這個法式燉豬肉就用了澳洲的豬腩肉和豬頸肉 用白酒慢煮4個小時而成 creamy得利有吃到的肉絲,配合這個麵包就最適合了 甜品的焦糖冷油麵包布甸 在麵包上塗牛油,然後再將裡面煎成金黃色 再加上鹹牛油焦糖醬和士多比利 酸酸甜甜感,非常清新的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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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